大家好,歡迎來到財富BB班 如果之前單購過3小時講義的網友 又想收看之後的補給堂update 機會來了 最新的6小時1至15集補給堂經意上架 如果從來沒有訂購過課堂 我們亦推出了最新的完整9小時 講義加1至15補給堂 這兩個產品經意分別在財富BB Club 以及CC工作室的平台商店發售 如果有任何查詢 歡迎PM或電郵聯絡我們 不要等了,馬上加入 今天開始理財投資 我始終覺得在好沒有希望的環境下 你都不能夠放下希望的投資 2019年,香港人經歷的是抗爭 2020年,香港人面對疫情、國安法 之後很多香港人開始移民 流散各地,搬屋搬錢搬人 香港人開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都可能再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 不過香港人從來都是生存遊戲的專家 看看最後誰想 媽媽說,家人在哪裡 哪裡就是家 那我會想說 不用分什麼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說香港人的聲音 那就是香港人的網台 我是Calvin 你收睇的是CC新聞 今天這個推背圖 是會Patreon優先收看 優先收看 然後稍後時段 我都會上載在YouTube Channel 也不要紮營 為什麼要上載呢 因為我覺得這集節目實在非常重要 內容 亦都是希望和CC新聞的觀眾 去分享今天這個節目的內容 由於是會放回YouTube 所以也會賣幾個廣告 如果各位網友聽到這集節目 對這個節目的內容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的Patreon 這個節目就叫做推背圖 推背圖就是小弟的一些關於國際新聞 一些國際局勢的新聞的分享 一個星期大約有兩至三集左右 兩三四集 不一定的 總之你加入了我們的Patreon 我們Patreon 私事工作室的Patreon 每一至五都有一集節目 起碼一集節目 即是說一個月 一個月是有二十集節目 是二十集節目 即是平均 有細火、中火和大火 如果你是細火的話 都可以收看推背圖 和台灣新政局 如果你是中火的話 就可以收看推背圖 和所有財經相關的節目 和聲音檔 財經節目包括金融小記 包括華爾街諸套日報 諸套日記 包括爆粗港股等等 如果你是大火的話 就會收看所有節目 包括同學傑斯的閒話加上 如果兩個月前 我們新加的這個class 就是大火再加上財富BB班 你就可以收看財富BB班的內容 如果你只想收睇 購買財富BB班的話 你可以去第二個Patreon平台 叫財富BB Club 那就是只要財富BB班的內容 便會便宜一點 但是如果你加上大火這邊 也有優惠 還有說一句 在網友提議之下 在這個CC工作室的Patreon 終於開通了年費 Patreon的支持者 都關你們的事 我之前都有網友說過 Patreon身家的年費優惠 我考慮了很久 因為我始終比較喜歡每個月的收費 令到我們公司的收入比較穩定 但是明白的 我都要照顧一些Patreon的支持者的需要 或者是你們的意願 有些網友說 我寧願一次過給完 不要這麼煩 我都明白的同意 所以我們試一試 我就會推出這個年費計劃三個月 三個月 只是CC工作室而已 財富BB Club還沒有住 因為它有一個要求 你要三個月 你要開始三個月 你才可以開通這個功能 所以我只能夠在CC工作室開通了 年費都要給優惠 所以如果你是加入年費 就會限制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 大約是8%優惠 你會說不是很多 因為我又不想 令到月費的會員覺得虧了 所以就有年費 亦都有月費 如果你放開月費 你可以轉做年費 你下個月 如果我理解沒錯 它就會收你一年的費用 那你就整年都不用再給了 整年的節目都是任你 如果你是新的會員 你就可以考慮月費或者連費 那裡有一個按鈕 按鈕這個叫做 annual membership 那裡有個8% discount 各位網友 看看你覺得喜歡哪些東西 有什麼問題意見的話 可以訊息給我 近來有很多很多訊息 非常之多 包括看Patreon的訊息 包括你直接電郵去我們 wealth.ccstudio.media 那全部都是我回覆的 OK 那就歡迎你 多點來 來炸爆我吧 很感謝你們的input 好了 廣告時間就這麼多 今日的內容講些什麼呢 看到畫面當然是岸田問紅 日本對於美國的重要性 或者對於整個時刻的重要性 我想都不用多說 尤其是如果你聽開我們做節目的話 推背圖這個節目 這個名字怎麼來呢 其實就是在四年前 我的節目早晨才經直播室 當時我去評估國際形勢 我說世界會分開兩大陣型 然後我就畫了一些不同的國家 有些很厲害的網友 幫我做得很漂亮 因為我畫得很噁心 那些網友就做平面設計的 幫我做得很漂亮的 我就覺得很棒 自此推背圖就差不多成為了 我不是說歷史 就是外面說的推背圖 純粹是我自己用這幅圖 去簡略這個世界局勢 自此推背圖就好像變成了 我去怎麼說這個國際形勢方面 其實很簡單 主要就是反中和中 就是中國and France和反中and France 或者美國and France和中國and France 就非常之簡單 我也多次強調過 日本在整個格局裡面 非常之大的重要性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美國現在搞不到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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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壇事 即是美國現在你想想 在幾年前 都只要搞你俄羅斯 然後要面對中國 然後這幾年裡面 有俄烏戰 有近排的以下 然後有紅海 然後有印太 或者中東 都搞不到這麼多事情 所以亞洲是極度需要一個夥伴partner 你可以說代他做proxy也好 或者幫他鎮住印太也好 或者他在印太的代表上 無論如何都好 這個角色就是日本 而日本呢 是整個世界裡面 最不需要原因 都願意和中國撐過的國家 簡直是千年恩怨 誇張了 總之就是世壽 所以基本上都不需要你美國說 日本都基本上跟你開拖 何況現在美國需要你 幫助你 扶持你 日本就簡直是 如如得水 在這個背景之下 你看到整個日本的面貌不同了 包括它在半導體晶變的發展 金融市場發展 我想沒有什麼陰謀論 當然是美國 放寬放鬆給你 其實美國一直都很忌日本 當然是因為異戰的情況 但是呢 真是時而世逆了 30年後 對於美國來說 已經出現了一個敵人 比起日本 比起異戰的德國 比起蘇聯 都更加重要 那個就是偉大的中國 OK 在今天的情況之下 岸田問雄就出訪美國 這也是非常受到重視 OK 其實呢 這次岸田去呢 我先講結論 當然是將日本的戰略地位 和整個國家地位 大大提升 因為它要爭取的就是 印太在變成美國的代理 在國際上 直接平起平坐 不要說平起平坐 直接是兄弟班 那一向 那一向 那些人都會覺得 你日本都是美國 一條小子 你都是跟大哥 而已 這個很大分別 兄弟班和跟大哥有很大分別 以前是跟大哥 跟大哥 是甚麼意思呢 大哥叫你做甚麼 你又做甚麼 兄弟班是甚麼意思呢 兄弟班的意思是 就是說 我有些東西 我要你沒了我都不行 還有呢 我們就拍照 OK 這個情況就很不同了 而你今次做不做到這些效果 我認為是做到的 說甚麼都沒有用 即是這些出訪 說了甚麼都沒有用 實質看看 見到甚麼人 開到甚麼會 我認為四個字 成果甚豐 對於日本來說 對於日本的外交來說 我覺得這次是很成功 在撇除了國會演說裡面 做了兩件事 第一 在英美澳聯盟裡面 加入日本 即是A.U.S.U.K 英美澳聯盟加上日本 這個當然是重要的 這是提升的國際地位 第二件事 第一次美日非會談 這是連菲律賓都受惠的 這部分我們不說 今天我們主要 就是關於岸田 去到美國國會的演說 這個演說 我先講的總體 總體的感覺給大家 嘩 你擦鞋要不要擦到這麼亮 嘩 哄到美國人的開心 這個 我猜不到岸田竟然有一首 嘩 簡直是葦小寶上身 讚到美國天上有地下無 美國聽完之後 整場都很高 有些比較不雅的形容詞 但我就無謂說 但大家應該知道 想說什麼 簡直是什麼 整個美國 整個國會 全部都很高 下回天 嘩 被岸田文雄捧得飄飄然 那你可以說 嘩 你岸田要不要擦到這麼亮 姿態要不要這麼低 喂 為了國家之後的發展 我就覺得這篇演說 我就怎麼說呢 是物有所值 刷到這麼是物有所值 這個是日本 這個年代以來 最重要的歷史轉捩點 就是日本能不能夠 將它的地位提升 將它三十幾年來 一直在那裡低迷整個國運扭轉 就是需要美國的外力幫忙 所以我覺得是物有所值 刷到這麼是物有所值 好了 那我就看完整個演說 我都很鼓勵大家看 很好看的 當然大家如果不想看的話 就聽我跟大家分享 我就會把整個演說 和整個文章 整個稿的連結 我都會放在Patreon 或者之後放在YouTube那裡 如果有興趣的看官 就可以自行研究 如果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覺得有些事情我講流了 都是歡迎和我去反映的 好了 整個演說 大約是半個小時 分開五部 第一部是引言 接著講講自己和美國的深厚的背景 和友誼 接著講講新的挑戰 美國的地位 以及最重要的 究竟日本可以做些什麼 日本應該做些什麼 好像進場的時候 都受到熱烈的歡迎 幾十秒拍掌 二十多秒 好像二十多秒拍掌 這些都是黎牌公司 對於美國來說是歡迎的 非常歡迎的 好了 開波了 他一開波就做了一個自嘲 這個自嘲 聽說在國內就不太受歡迎 因為他在國內的反對聲音都很高 其實有點像韻石月 當時韻石月剛剛是國會選舉大敗 這個我們還未講 這個可能稍後的推背圖和大家分析 究竟韓國搞什麼 現在搞得很嚴重 其實兩個國家有點像 政黨的民望非常之低 韓國就有很多罷工等等的事件 岸田民同就是政治獻金的風波 都是民望非常之低 岸田一開始就說 大家拍掌二十多秒之後 他來一個自嘲 他就說 嘩 我在日本國內 都未試過受到這麼大的掌聲 美國就很受諾 這種自嘲式 日本本土就未必受諾 簡直說是不是搞錯 你現在民望做得這麼低 你還開這些玩笑 而我是作為觀眾 我不是日本本地 我就覺得這個玩笑是OK的 這個玩笑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好笑的 然後他就說 容許我介紹我太太 我太太 她太太就是這位 岸田御子 很奇怪 為何會介紹太太 這個太太也不簡單 當然做了首相夫人 今天不長說去 但是 在去年 她是進行了第一夫人外交 她是第一個 和很罕有地 是日本第一夫人自己走去美國 自己走去美國 雖然你可以說 因為岸田 也不太關於岸田遇不遇襲 總之還要遇到岸田遇襲 但那時候 其實就是拜登夫人 這個 Jill Biden 邀請她去訪問 她就應約了 過去了 當時的評價都很高 以日本 我們認為 還是很傳統 男人主義至上 她竟然 可以這樣 搞一次 入第一夫人獨自訪衛 這件事 絕對不簡單 所以 美國政壇 對於第一夫人 是不陌生的 所以 了解到這樣 那就了解了 為何要先提出她 然後她就做了 短短地開場 做了第二個笑話 她就說 你看我 娶了這位 安田遇子 那你應該對於我 做的決定 是很有信心 現在大家又給點掌聲 我不知道誰寫得很好 這篇稿的 調節寫得很好 好 接著就開始入正題了 第三樣 就是 九年前 上一個首相 安倍晉三 九年前她就說 安倍晉三 就是我朋友 也是同一時間在這裡 展開了一個演說 叫做 Toward and Alliance of Hope 我們展開一個希望的聯盟 當時她是外相 我已經很深受 深深體會到 美日之間的深厚關係 這也是重點 因為安倍在美國的聲望又很高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安倍是兩黨都很受諾的 尤其是川普 這可能會有腹筆在這裡 因為 特朗普和安倍會很友善 而 所有人都看到 現在的形勢 越來越有機會 總之 拜登就輸了機會很大 除非特朗普突然發生什麼事 就沒有人知道 假設拜登和特朗普 特朗普現在的排名是特朗普 所以 安倍也是基於禮貌 基於尊重 以及基於傳承 亦都表示 安倍是很友善的 我和安倍 安倍做些什麼 我也做些什麼 亦都叫做 吃一點點安倍的餘威 接著第四項點 就講她自己的童年 和美國有什麼關係 這也是很恰當的 為什麼 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誰 安倍大家都知道 岸田敏彤 其實美國政客 當然理論上 美國政客一定要認識 你做政治 怎麼會不認識 但是 有些美國人未必知道 就算他知道 都是一些很硬生生的背景 我也不知道 日本首相 和美國有什麼關係 所以他一段 就很懷柔地去講 他和美國有什麼背景 這也是很教科書式的演講技巧 譬如你去武校演講 或者你去公司演講 通常你講完一個很成功的笑話 去打破破兵 然後就說 其實我和這間公司有什麼淵源 那時候總裁和他吃過一頓飯 用一些很軟性的說話 去增加和現場的人的共鳴感 如果不是你一開始講 今天的話題就是要講新科技 很悶想睡覺 這個是很教科書式的做法 他說他小時候 他小時候在美國讀過書 還有家人也做過工作 他說小時候讀過什麼學校 他在紐約讀書 證明他背景也不簡單 幾十年前 我其實就很懷疑他 他這樣說 雖然我是一個日本人 但當時你也很歡迎我 我真的很懷疑 幾十年前 大哥 不要說幾十年前 現在的歧視這麼嚴重 幾十年前一個日本人 去到那裏會很歡迎 他當然是這樣說 他就說我很歡迎 幾十年前已經去美國了 所以我很有美國的文化 很深厚文化 不過有些事情我就不明白 他就扔出第三個竹 第三個小位 就說 有些事情我小時候看不明白 他就說 我們現在就譯作叫做聰明笨伯 這個叫Flintstone 聰明笨伯 現在年輕人未必知道什麼聰明笨伯 小時候也蠻好看的 這些無厘頭的美國卡通片 然後他就說 不過有些事情我都不懂得翻譯 他一說聰明笨伯 大家都笑一笑 聰明笨伯 在卡通片裡 經常都會說一句 Yabba da ba do 岸田敏彤就說 一句說話 我也不知道怎麼翻譯 Yabba da ba do 大家就拍了手掌 第一顯示他輕鬆風趣幽默的一面 第二就是說 他真的懂事 真的懂美國的文化 尹石瑜就是唱了一首 有美國人批的 他都是類似那種感覺 我們很喜歡美國文化 刷得很亮 他就說 還有當時我們很喜歡 也有看美國文化 除了看卡通片之外 當然是看棒球 無論是Metro大都會和Yankis 我們都很喜歡 大家又拍了手掌 又拍了手掌 就是這樣 好了 講他以前的事情之後 他就開始講了 所以我跟美國真的很朋友 真的 一點都不陌生 講起朋友 我們知道美國的公園會重整 所以我們以事友好 我們將會送250棵櫻花給你們 象徵著美國獨立250周年 嘩 真的懂得做到這樣 全場又起身拍手掌 你說到美國獨立 有什麼辦法不起身拍手掌 說到美國獨立 大家又拍手掌 這個就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叫做 The Leader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就是講你美國 美國究竟是什麼地位 我們怎麼看你美國 他引述1964年的世界博藍會 這個也是很有象徵意義的 世界博藍會我們現在不太理會 因為現在全世界都有很多博藍 但你想想 六四年六十年代那時候 是一個沒有互聯網的時代 你幻想一下 沒有什麼手機 沒有互聯網 大家都是看電視看報紙 當時這個世界的博藍 就好像Ironman裡面的 Stark Expo 大家就好像看新科技 當時也有人認為是最多人看的世界博藍 幾千萬人去 這個世界博藍當時的標題 就叫做 用理解 understanding 去帶來和平 當時現場在紐約 就建立一個很大的地球儀 象徵著想追求世界和平 因為當時是什麼背景呢 就是二戰之後 然後 當時是首次 這個博藍會是大家拿電腦儀器 那時候電腦不平常 電腦是公司用的 不會帶出來的 所以大家就好像看一些很新科技的東西 我們很難幻想的 60年代 沒有電腦 沒有寬頻 更加沒有Facebook Twitter 什麼都沒有 手機都沒有 大家就這樣走去 就是這樣 他就說當時 他引述回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少少 就是 當時美國 在60年代之後 成為了一個世界的重心 他就說當時 主題就是 用理解 帶來和平 但是我們現在明白 要帶來和平 more than understanding 不單要理解 是要resolve 是要做事 大家又拍手掌 在二戰之後 美國已經重整了整個世界 包括經濟上面 軍事上面 外交上面 技術上面 科技上面 他帶來了 帶動了民主自由 帶來了和平 繁榮 甚至日本 這個真是 二戰 是說你日本搞出來的 有分搞出來的 他現在都不介意這件事拿出來說 用自己的歷史的恥辱 都算是 去歌功頌得美國 哇 你說 這件事真的太有誠意 好了 他就說 所以美國 二戰之後 美國實在太偉大了 很偉大 甚至有時候 會做一些 noble sacrifice 送高的犧牲 去完成他對社會 對地球 對世界的承諾 或者承諾 一些付出 就是犧牲自己 去為地球帶出貢獻 哇 我真的覺得 打爛陣 怎麼說得出這些說話 又拍手掌了 好了 接著 口風一轉直走 美國這些政策是基於什麼呢 基於人道主義 humanity 這個人道主義是什麼呢 是 我們的生活是不能受到壓迫 我們不喜歡極權 我們不喜歡被監察 咦 我一聽 來了 開始說別人了 聞到味道 好 好了 接著 最後就帶動第三部分 他怎樣把第三部分說 叫New Challenge 現在面對什麼挑戰 他就說 喂 真的很重要 人民主義真的很重要 美國真的很重要 但是我突然覺得 喂 美國人好像有些自我懷疑 究竟美國在這個世界的角色是什麼呢 你明白 岸田問同說 你們很重要的 你們竟然懷疑你自己 來 等我跟你們說 你們有多重要 哇 真的想哭 沒有人聽到 OK 好了 第三部分 新挑戰 他說 這個這樣的字 我懷疑 在一個 世界的轉捩點裡面 異戰已經過了 冷戰異戰全部都過了 OK 現在一個新的重要的情況 這個情況包括有COVID 我們經歷過AI Global South Global South Global South 是新的概念 是一個很重要的新的角色 Global South 譬如是 東南亞 印度 日韓 這些就是Global South 意思就是說 現在新時代 我們現在崛起了 以前說美國 歐洲 甚至中國 未來的時代 是我們Global South 的年代 而他這樣說 掩然 他不能夠代表 但是他說 我們其中一份子 即是我們的時代 來臨 講到 我們日本的鄰國 China 他們現在的外交政策 立場軍事行動 帶來前所未有的策略挑戰 他不會講威脅的 他講Challenge 但這個Challenge是什麼呢 不單止對日本的和平穩定 是對整個國際環境的和平穩定 都帶來挑戰 看得很嚇唬 其實真的一句什麼 就是你破壞這個世界的和平法穩定 多麼囂張啊大哥 好了 面對中國的挑戰 我們承諾 一定要繼續維護 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 大家又拍授獎了 接著這段 我覺得就是割肉 拿個心出來 As a huge human native 我是廣島人 作為廣島人 我將我的政治生涯奉獻於 奉獻於為世界帶來無核化 即是無核子武器 哇 講到這樣 是你講到中核彈 是美國人扔下來的 現在你拿這件事的背景出來 去以示 你去打擊這個對 即是以示你的堅決決心 哇 你拿到 你拿到心出來 真的說得很盡 然後 接著又講北韓 比哩巴拉 然後 有一句 北韓的威脅 然後 講俄羅斯的情況 入侵了烏克蘭 他對於烏克蘭的立場非常堅定 非常堅定 這個很明顯是很討好現任的政權 就是民主黨的 其中一句這樣說 他就說 入侵了烏克蘭 可能他日東亞 我們經常說 就是今天烏克蘭 明日台灣 他講明日的East Asia 這個很巧妙 人都知道你說什麼 東亞裡面哪個國家 最有機會被人入侵 就是台灣 哪個最有機會 哪個口說要武統 就是中國 但是 說真的又不止台灣 菲律賓不是受你中國 南海方面的侵略嗎 所以 他現在就做什麼 東亞大哥 我幫東亞出頭 在這個時候 美國 是前所未有更加需要跟我們日本 一起去增加我們的阻嚇作用 令到我們的聯盟 有公信力 有實力 這個新的挑戰 面臨著 就是 言論自由被打壓 這些數碼科技 在監察我們 還有 一些叫Debt Trap 一個債務陷阱的外交 你也知道他在說什麼 令到一些國家的經濟獨立 都受到影響和侵略 你也知道他在說什麼 這個就是新挑戰 在這麼多挑戰之下 去到第四個項目 叫 Global Partners 那麼多挑戰 面對這樣的挑戰 這段真的也是打壓難陣 我想說 在面對這樣的挑戰裡面 我們感覺到 原句不錄 我們明白美國 who feel the loneliness and the exhaustion 我們明白 你們美國很孤獨 很寂寞 是嗎 你們要得隻手地去解決這些問題 Single Handly 哇 有沒有 大哥 拆鞋怎麼拆到這樣 美國 自己一個去捍衛 捍衛人類 即是美國隊長 真的 你們很孤獨 很疲倦 去頂住這個世界和平 但我想說 美國不應該覺得自己要做完所有事情 沒有人幫 安若恩 不是的 不是的 即是暗示什麼 我們想幫忙 雖然 美國的領導是很重要 我們不是跟你爭大佬 美國是你最重要的 你們思想一下 如果沒有了美國 烏克蘭頂得多久 全場有拍手掌 如果沒有了美國 印太怎麼辦 大家又拍手掌 他說 但是 作為美國最好的朋友 我們現在和你們同行 浪败了 我們為自由而戰 不只是為我們人類 是為所有人 美國人 我雖然有一個理想主義 但我同時有一個無實主義 我的現實主義 這種言論自由民主的防衛 亦都是我們的 大為福利 我們幫你 亦都是幫我們自己 我們不想 接下來我們的小朋友 下一代 在一個社會裡面 是沒有人權 是會被打壓 是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 是被這些數碼科技所影響 我們不可以 嘩 整個步驟就是這樣 現在面對很多挑戰 你美國 不需要太寂寞 其實是暗默的 美國也不行了 你一個也不行了 你一個也不行了 你一個事實也不行了 你是需要我們幫忙 這是為未來 未來有我們 我們和你們一起同行 OK 在這個民主自由的太空船裡面 讓我們和你們做一個夥伴 這個是TAP之後的登月計劃 這個TAP得很好 因為很多彩蛋 第一 這種太空之旅是孤獨的 以及美國是很喜歡冒險的 現在就是說這個旅程裡面 我們日本是陪你的 這句也都出來了 You are not alone 頂你的廢 就是軟句不諒 You are not alone We are with you 好了 講到這樣 哇 這麼便宜 有沒有古話的 好了 接著要否白了 日本變了 日本變了 我們從二戰時那種低迷迷失 到現在我們強而有力走向世界 潛台詞是什麼呢 這幾十年美國是禁止日本的 廣場協定就打炒了日本 就是怕你勢力過大 90年代日本是勢力強國 大家知道 上一個被美國堆壞的強 當然日本有自己的問題 他自己炒爆了 他自己有泡沫 但是把這個泡沫堆爆 美國是落足力的 也封鎖了貨記 現在日本就跟你說 你放心 你當時封鎖我們 因為怕我們發動戰爭 我們是戰爭罪犯 我們完全不同了 我們走出了 要是你們的老友記 OK 講的沒用 他做了什麼呢 第一 我將軍費加到2% 哇 全場白手掌 我們幫了烏克蘭 我們給了多少錢 120億美金 哇 全場有白手掌 我們甚至 和這套合作 沒錯 北約 在地球另一邊 我們都和NATO合作 哇 民主黨聽到很開心 我們制裁俄羅斯 前所未有禁業禮 哇 又拍完手掌 好了 重點 所以 我們是你以前的 regional partner 我們是地方銀行 以前是你的地方夥伴 我們現在要做 global partner 這個 exactly是我幾年前說的推背圖 我就說 日本就是想借著美國的肩膊 走向全世界 因為日本作為一個賭國 他這次要 他就是想 make Japan great again 他要重振這個風采 他一定要差去其他國家 而日本是有這樣的條件 因為在美歐的體系之後 他是第三 他也是一個國際主流的金融市場 有自己的貨幣 你撇除美金 你撇除英鎊和歐元 其實都是日本 即是說國際貨幣方面 他有科技 他有技術 他有明星 一講日本話 大家信賴得過 他隨著他能夠將他們的足跡 遍佈世界之後 日本起碼地位就能夠提升起來了 如果你之後有任何國家 有什麼project 有什麼投資 你是不是信得過日本 所以你看到日本差距離下什麼 我之前連霍爾木之海峽單役 他都差距離下 這個之前跟大家報道過 你看回今次整個演說 其實正正就是 我對於日本的評價 他就要走出來 日本就是要走出來 走出去 走出去 由幾十年的迷失走出來 然後隨日本這個島國走出去 要再次成為世界強國 但是不是好像二戰一樣令人恐怖 而是在這個中美戰裡面成為其中一個重要角色 好了 還有 廣道明 我們以前的合作 是bilateral 只是我們 不要玩 我們現在轉為 trilateral quattrilateral 我們搞三角關係 我們搞四角關係 東盟我們搞過 印度搞過 澳洲搞過 其實是開道後 我現在就要出來 我現在不只是想做銅鑼灣抓血人 我要做區頭 我要做世界龍頭 我要跟你拍照 一起談生意 做大事 日本的情況 好了 美國人就想 喂 怕怕的 行不行 哄 日本 這下就有底氣 哄回你 我們相信美國的領導 我們相信美國的經濟 美國人都未必很相信他們自己的經濟 日本說我們相信你 我們是你們的第一 FDI 第一 是美國的第一 FDI 即是Front Direct Investment 即是外商直接投資 當然 你只是買這麼多國債 你只是第一大國債持有國 你都已經是美國的最大投資者 我們的公司 在美國投資超過八千億 創造一百萬個職位 嘩 全場拍攏手掌 OK 我們之前有講過 新的資本主義 我們完全不同了 我們有料到的 有幾樣東西 幾十年來都沒試過 這麼厲害的 股票市場 創新高 外資投入 創新高 還要加人工 如果你讓我們日本走出去 我們會越來越碰 我們越來越碰 你也有好處 我們可能會啟動 EVEN GREATER INVESTMENT IN UNITED STATES 當今世上有一個國家 竟然能夠可以 利誘美國 多麼厲害 多麼霸氣 之後 就講太空人 沒錯 日本之前第一次登月 有太空船 還是探測器 成功上了月球 然後今次 日本將會參與美國 接下來的登月計劃 有些網友未必知道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軍工太空科技 很象徵著 一個國家的實力發展 以及美國一直禁止美國 日本的 日本科技 七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基本上很多科技 稱霸全球 但航態完全沒有 這就是美國禁止你 因為你一有航態 你可以發動新的 你可以攻擊任何人 如果你的航態 航空能力很厲害 你在衛星裏面 你會打誰 所以美國人很厲害 日本 但是現在 我覺得David Sir David 講的形容最好 放寬盤龍索 你搞 軍工給你搞 搞得軍工 航空就軍工 搞得航空 搞得軍工 有什麼重要 你可以做武器 做武器可以賣武器 很重要 而且現在美國也不想太多 他們也不會想 你日本拿武器出來 會不會再次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因為現在你不夠武器 你現在擺明是不夠武器 突然有日本折腦出來 等我做 等我做 可以 給你 左稱右稱 當然日本 所以這篇 speech 就是要令美國放心 和哄美國人 你讓我做 我們是你的最大盟友 你看我 我小時候看Yankis 我小時候看聰明笨伯 我是你的人 是不是 之前我老婆已經來 我小時候來的 你們很孤獨 你們很寂寞 你們很寂寞 等我們來 我們碰到了 我們又要投資回你那裏 所以這次是完全投名狀 這次岸田文雄的演算就是完全投名狀 OK 到了最後的 conclusion 有個字很重要叫Pledge 這個字 Pledge 即是投名狀 其實真是投名狀 I pledge to you 我們firm alliance 我們堅固的聯盟 enduring friendship 永垂不鬧的友誼 Global partners for the future 這個演說的主題 就叫做未來的世界夥伴 我們就是你們兄弟 一起打世界 美國佬 帶我們 和我們一起 我們會和你們同行 一起打天啊打世界 最後一句是甚麼 多謝他請我 多謝你們的邀請 and thank you for the role you played in the world 最後多謝你們在世界扮演的角色 嘩 真是日本排友 日本出壽司刺身出名 日本出鞋子 我真是第一次扯 鞋子 我真是第一次扯 好了 所以整篇演說 我認為是相當精彩 相當精彩 整個流氓 亦都是我們預視之內 想不到做得這麼盡 很明顯日本是要成為 由東亞走向世界的一個強國 就是make Japan great again 這集實在太長 之後的推背圖 或者之後的節目 我們繼續去分析整個局勢 以及今次日本來 首先所說的 英美澳三方 就是加著日本 以及美日飛等等 有甚麼值得注意 和中方的反應如何 大家留意著 接下來的推背圖節目 即是Patreon節目 想收看Patreon節目的話 感謝大家加入Patreon 但是記住大家 注重自己的安全 OK 今集時間差不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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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美金日節目這麼快又看完 明天才有最新一集 怎麼等啊 全世界滿日了 滿日了 立即加入我們 私事工作室的Patreon每月 星期一至五 每日多一條片看 甚至更多 最低消費每月美金五元 三個級別 細火五元 中火十元 大火二十元 究竟有甚麼分別 登入我們的Patreon網站 就會解釋給你聽 立即加入 收看我們的Patreon特別內容 節目見啦 拜拜 大家好 我是Calvin 由於香港的罪案越來越嚴重 騙案橫生 保安局局長說 一至十月 每日超過一百宗騙案 增幅超過五成 廣告就是這樣就好了 私事工作室 懇請大家 盡量提高警覺 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 不要讓匪徒有機可乘 不要再加重政府的負擔 Patreon 馬上轉私隱設定 電郵 社交媒體 更換密碼 如果你認為任何一個帳戶有風險 直接整個剷掉 包括Whatsapp Signal IG TG等等 盡快把所有資金調離危險的地方 你對我們的支持重要 但你們的安全更加重要 盡我們的公民責任 打擊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團 人人有責